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就想说能给大家推荐种类多一点东西供你们选择 但你们放心一般我推荐的东西我都有使用过至少20天到一个月 你看像玉泽和维诺纳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两个月了 所以我就是不会说我才买来用一个星期我就给你们推荐了 我就是有用了一段时间才给你们推荐 其实要可能要推荐的话可能要用更久推荐会比较好 但我觉得一个月20天的时间其实已经算可以测出一个产品 它在你的脸上到底有没有效果了 除去那一些就是真的是有特定的说明说 你一定要使用多少周期才能出现效果的那种产品的话 其他的产品基本上你用半个月一个月就能看出它的效果了 然后当然就是如果说你的皮肤比如说受损严重的话 这令他们别论 因为皮肤如果你受损严重的话修复是非常缓慢的 所以我这里说的就是油斗肌如何在换肌的时候 维持一个皮肤的稳定问题 不是说你已经很烂脸很烂脸了 然后你用这个东西用什么10天用一个月就好掉了 烂脸了然后是要慢慢修复的 是不可能用10天半个月的时间就马上修复好的 一般来讲我的视频开头的时候废话都挺多的 开头废话都我是想让大家明白说我这一期主要说的是什么 而不是说你们听了一些以后就买了产品 然后就用了几天 然后我说为什么没有效果 怎么会这样 你推荐不是说很好用吗 就为了避免以上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在开篇我都会解释一堆有的没的的东西 挺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我的视频废话挺多的 但我觉得这些废话也不是一些无关简单的内容 听一下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 但如果你们不愿意听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快进到后面的内容 这也没什么的 反正随着全在你们手上嘛 好 下我们进入正题吧 其实这段时间我比较多用的就是桌面上的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我都不说 因为我说多了 怕你们一直说我安利那些东西 我就先说一些我手上新用的 然后觉得好弄的东西吧 其他一些老生产品的东西我就不说了 反正这些东西我都经常会用 而且我一般推过的东西 好弄的我都会回购 首先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这个百花翻的神经线安安系列的东西 之前我不是有一期视频出过那个神经线安吗 就是神经线安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分 因为它的功效就是那个补睡 然后看眼花 然后修复你的那个皮肤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成分呢 就是很非常温和 就每一种肌肤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说就是神经线安的这个成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我真的非常喜欢 你们有看我那期视频 大家都知道我用的挺多产品里面都含有神经线安的成分的 然后这个百花翻呢 我用的是它的水和它的那个面霜 然后都是神经线安系列的 你们看这个用量应该就知道 我已经真的是使用了一段时间了 百花翻神经线安系列呢 它是主打的就是八五系列 就是无化学防腐剂 无化学香精 无酒精 无合成色素 无激素 无动物油脂 无矿无油 无荧光剂 然后它有淡淡的香味 是因为里面添加了那个玫瑰的成分 那个面霜呢 就是有一股那种大米的味道吧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它那个 那个扇脸的话 那个味道闻起来都是 我觉得挺有食欲的 我不知道怎么搞 最近用了挺多产品 觉得上我的脸 我觉得都很有食欲 像我之前用那个 李奥丽莉的那个果酸面膜 我觉得它很像那个酸辣粉的味道 然后翻了这个神经线安水呢 它是修护水 它成分主要是神经线安三 透明质酸 那玫瑰花油等 然后它的特点就是保湿修护 改善粗糙 暗沉细纹等肌肤状况 它适用于所有肤质 然后我觉得什么改善粗糙 暗沉细纹 这些我是没有体会到 但是保湿和修护 维稳的效果 我是确实有体会到的 因为这段时间 我觉得皮肤状态 还是蛮稳定的 虽然说我 因为我在用那个 A唇和神经线安的搭配 就是一般我用的时候 因为我还在建立那个磨合漆 就用的时候 可能会提一些痘 但是没有出现那种 长特别特别大痘痘的情况 就挤痘的话 还是起那种小痘 小痘的话 小痘的意思就是那种 三到四天 你就可以削下去 然后美白精华涂一涂 那个痘印 都可以基本上削下去的那种痘 像我之前长的都那种 超级大痘 就是那种 削下去要半个多月 一个月 然后那个痘印 就更不用说了 像这种大痘的痘印 基本上要半年 到一年 才能完全消掉的 所以最近的话 我们皮肤总体来说 其实算是稳定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水的话 确实是蛮好用的 智本的这个居然叫做 疏颜修护乳液 我觉得它的质地 和百花饭的这个 什么精华涮的质地 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智本这个居然叫做乳液 有这么厚重的乳液吗 我给你们对比一下 它们的质地 我编的这个就是 智本的那个修护乳液 然后右边就是 百花饭的那个精华霜 你们可以看到 它们的质地 是差不多的 就是那种 完全没有任何流动性的 那种质地 然后它们两个 使用的感受 其实也是差不多 你看我抹开了之后 它们的质地 也还是差不多的 然后味道的话 智本的那个 没什么香味 然后百花饭的这个 就是有一点香味 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味道 我个人觉得 就是有点像大米的味道 就蒸好的米饭那种味道 然后又有点像 玫瑰花的味道 我最近因为闻了太多香味 我觉得有点 不会形容了 反正味道就 我挺能接受的那种味道 就很天然的味道 因为它是没有 添加那种香精的嘛 百花饭的这个 精华霜呢 它的那个保湿的程度 跟智本的那个 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觉得 它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季节 开始用的话 其实还好 就不会是那种 特别特别油腻的感觉 我之前不是说 七月份的时候 六七月份的时候 用智本的那个 树叶修护乳液 特别油腻的感觉吗 因为你们可以看到 它的质地就是 这面栓的成分 根本就不是什么乳液 乳液流动性 怎么会这么差 然后我就觉得说 现在这个季节 开始用这两个的话 都是不错的 就是如果说 你们觉得 对智本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买智本的 然后对百花饭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买百花饭的 当然 智本的那个性价比更高 因为百花饭 这个三十克的话 叫一百多块钱 智本的那个是一百毛 然后是一百五十多 还是一百三十多吧 所以性价比 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智本是更胜一筹的 但使用感受来说呢 我觉得都差不多吧 就是根据你们自己的需求 去使用 然后精华方面呢 我用的就是这两个精华啦 就是我也不多说了 这两个精华 我在之前视频里面 也有说过 就是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你们去看我之前视频就好了 然后美白精华的话 我用的也还是那些 不过最近有入一些新的了 就是我还在使用 好不好用 到时候再说吧 好用的话会给你们推荐 不好用的话 也没必要拿出来说了 对吧 接着要说的就是玉泽家族啦 玉泽家他们的产品 主要主打的就是 去豆和平仗修复的系列嘛 去豆系列我只买了 这个清豆调理平衡乳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水 那个水我还没开始用 因为最近手头上 开的水挺多的 我就没有开了 然后这个去豆乳呢 我是 然后这个平衡乳呢 是之前买的时候 我就开了 因为它的那个豪生素比较小 相对于水而言的话 是比较容易用完的 所以我就先开了这个 然后开了之后 我用了我觉得使用效果挺好的 这个平衡乳 我很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非常的控油 就是你上脸的时候 你上脸的那一秒 你就会直接感觉 你的脸就已经哑关了 你知道吗 油皮的困扰 你们都知道 就涂完爽肤水和精华之后 你们知道你的脸 大概有多油 你们应该都懂了 就是有作为一个油皮来说 但它这个乳的话 你上脸之后 你的脸就会变成哑关的感觉 当然如果你后续 像天气这么热 如果你还在 就你上完这个护肤品之后 你还没有睡觉的话 你做 你就是晚几两个小时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脸 还是会出油 但是出油的状况 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它这个的话 就是我觉得 控油的效果还行 然后它里面主要的成分 就是水盐酸 三七 乙醇 这些抗菌剂和那种去透的成分 是含有两种防腐剂 然后那两种防腐剂 玉泽的这个 玉泽的东西里面 好像挺多都含有这两种防腐剂的 就是这两种防腐剂 这两种防腐剂 就是有人上脸之后 会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就敏感肌的人 就是还是要注意一点 就是玉泽的东西 虽然说它主打是修护 但它里面有一些成分 有一些皮肤用了 还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 然后这个平衡乳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味道就是 一眼难尽的味道 反正不是很好闻就对了 但是我觉得它使用的感受和效果 我还是 它有没有去透的效果 我是没有感知的 但是它上脸的话 确实是有一些控油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还蛮喜欢这一个的 前段时间天气还没有开始 就是温差大的时候 我还经常用它的 这段时间南方的天气 就挺不稳定的 就是有台风的时候 温度就是温差很大 然后没台风的时候还是很热 所以我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选择我调整我的护肤品 接着要说的就是 玉泽的这个 皮肤屏障修护精华乳和保湿霜 这两个我觉得 如果有用过玉泽产品的人 应该都不陌生 他们家出名的就是这个 屏障系列码 我买的是小样 为什么买小样呢 因为我是经常出差的那种人 我出差的话 就是种非常容易水土不服 然后超级容易烂脸 我就是那种出门旅游烂脸 然后出差烂脸的那种人 所以一般出差的话 我就会带这种 可以稳定皮肤的那种产品出去 但是你们可能会说 那你手上这么多 稳定皮肤的产品 为什么要带玉泽 不带其他的 你不是也吹其他的很好用吗 其他的很好用 不是吹 就是因为玉泽 这个有小样嘛 就是你出门 就比如说去那种一周 或者是几天的 你不可能就是 你把所有的症状都带去吧 你出差肯定就越轻松越好啊 玉泽的这个有小样 所以我就一般都会带玉泽的出去 或者是带维诺娜的 维诺娜的也有小样嘛 就是我就觉得带这也比较烦 而且你用了觉得它好用的话 你就比较放心嘛 听到这里 你们肯定会问说 我玉泽的小样是在哪里买的 玉泽的小样 我是在小乖美货买的 但是是真是假 你们自己去判断 反正我是相信是真的 因为我在他们家买了挺多东西的 小乖美货 再说一遍 你们不要再问我了 还有一些问什么 纳斯蜜粉饼啊 然后这些的 你们都可以去它店面搜 它店面的东西 主要卖的就是美国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 国内的这种药妆 它应该是 就是有拿到那个代理权吧 我们自己去搜工科 就知道它有多好用了 很多平战受损的 脸部容易泛红 发痒的那些人 基本上用这个精华乳和面霜 就是厚厚的涂一层 第二天早上起来 皮肤状况就会好很多 所以说就是这段时间 可能你们皮肤出现一些 过敏状况啊 或者是平战受损的 我都建议你们去试一下 郁泽或者是维诺娜这些 主打修护和保护屏障的 那种品牌 然后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们就不要乱用了 就比如说 可能很多人听到 我用水盐酸啊这些的 你们都越越浴室了 但是我觉得你们先 把皮肤调理好了 再去解决 去逗的这些问题 你肌底的不好的话 你皮肤底子的不好 你怎么去用那一些 刺激性比较大的产品 然后接着要说的 就是郁泽这个皮肤 屏障的修护身体乳 它这个修护身体乳 虽然说是修护身体乳 但是它是全身可以用的 包括脸部也可以用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说 学生打入 觉得说去买那个 精华乳和那个面霜 太浪费钱的话 你们又想说 想试一下遇到东西的话 我觉得你们可以 先入这个身体乳 因为它的身体乳 还挺便宜的 就是彼此面霜和那个 修护精华乳的那个 来说价格来说 它其实是挺便宜的 而且它是全脸可以用的 不知道你们是会不会那种 换季 然后皮肤容易发展 就身上皮肤容易发痒 然后干燥的那种人 然后我就是这种人 所以我觉得秋冬的话 我就选择用这种身体乳 就可以减少那种发痒的 那种情况出现 而且它又是全脸可用的 你们看 我又有一个小样 我就是这种 我就是这种东西 我又特别喜欢买小样 因为出门携带比较方便 选打如果想试的话 可以试一下 但是有一些人 我有看 我去做功课 有一些人用这个的话 皮肤反应也挺大的 就是有的人用的觉得很好用 有的人用的觉得刺激很大 所以护肤这种东西 真的就是因人而异的 你们自己就是 因为购买之前 先多做一点功课 假之蜜毯以致皮栓 这对话是没有错的 最后一个要说的 就是威诺娜这个胸红栓了 这个胸红栓也挺好用的 但是比较适合夏天 因为它的质地 是那种比较轻薄那种感觉的质地 然后如果到了冬天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保湿力度不够 听其他小伙伴说 他们家的那个特护霜也特别好用 就是它的效果 好像会比胸红栓更好 有机会的话 我们去录一下那个特护霜 但这个我也觉得挺好 我已经回购了两个 因为当时有多活动嘛 反正囤着 它这个只要不开的话 保质期还是蛮久的 对了 说到保质期 我可以说一下 百花发的那个 因为是没有添加任何的 那个反护剂之类的东西 所以它的保质期是三个月 开瓶三个月你就要用完 所以我最近就在疯狂的时候 百花发 因为我不想浪费 其他的话 你其实还可以稍微缓一缓嘛 但是这 但是护物品的话 其实说真的还是开了 就尽早用完 不要放太长的时间 好啦 以上就是一个 油斗机up主 换季护肤维稳的 一个分享和推荐吧 当然产品适不适合你们的话 你们还是自己要去做功课的 我这里只是用过了这些东西 可以给你们做一个分享 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都 挺想知道 一些新产品的效果如何的吧 就是 就是比如说你 我们会去上网看功课 也是想看说 你想买一个东西 然后看别人用 觉得它的效果如何嘛 但是你看的时候 你肯定也会去平衡一下 说它到底值不值得入嘛 不可能说别人 一个人说好用 你就去买了对吧 所以我觉得你们 除了在视频里面 听我说这些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 再做一些其他的功课 然后再去分析一下 对比一下几种牌 几种牌子的东西 然后你们觉得价格合适的 功效比较适合你们的 你们再入手 我做视频的初衷 就是为了给大家 做一个参考而已 没有说我推荐的产品 你们也要去购买 我就只是负责 把我的使用感受 和它的一些效果 分享给大家 我有可能会消失一段时间 因为接下来是国庆嘛 挺忙的 很多人结婚 然后我也要去港澳一趟 所以就接下来的半个月 不一定会有视频 但是也不一定啦 有可能我会先拍好 然后剪好 然后放在存稿箱里面 就是定时发送给大家 不过也要看我 之后到底有没有时间 所以很不好说 如果有视频的话 那就是给你们小惊喜 没有的话 那你们就麻烦你们 再等我一段时间 我会回来给大家 继续分享一些 我最近用到的 好用的东西的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